大家好,我是Dan Seventeen Joshua被爆料恋爱引起争议后 目前为止,公司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导致谣言也越来越多 这几天,更是有中国粉丝们派宣传卡车到海埔公司前面抗议 要求Choshua的退团 导致中韩网友在推特上大战 甚至也有网友表示 在日本周边贩卖现场 只有Choshua的周边没有受光 而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部分华语圈网友们好奇的 受到一千多条留言的中韩网友的推特大战 这是一位中国粉丝与好几位韩国粉丝的对话内容 能闭上嘴滚吗? 去喜欢你们国家的歌手 为什么派卡车到韩国引起骚动 真的很丢脸 不能就闭嘴脱粉吗? 韩国克拉们 我们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所以在进行卡车示威 只是为了出这一口气 就是不想看到他在Seventeen里 为什么用那种方式出气 为什么不行又不是用你的钱 滚一边去 不喜欢就脱粉 为什么把钱花在奇怪的地方 然后有人威胁你喜欢韩国歌手吗? 喜欢中国艺人不就可以了?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脱粉 我们做的唯一的错误是喜欢罗球血 韩国克拉们不要再闹了 不觉得太过分吗? 丢脸是谈恋爱欺骗粉丝的人要觉得丢脸 我们没有做错 我们买了250多万张的专辑 你去算一下这是多少钱 我还要多花钱? 最后花在卡车示威上 谁管你 继续追吧 好让他明年给女友换新车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段内容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中国姐姐们真的给撕掉了 因为一句一句都说得很对 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想要姻缘了 马250万张的时候那么高兴 现在却说 为什么喜欢外国歌手? 因为花钱就以为有那种权利 实在是太耍大牌了吧 中粉卡车示威 日粉抵制周边 韩粉强力护航 甚至我看现在还有人说 根本就没有女友 第一次看过恋爱风波 这么严重的情况 如果是假的 应该早就发出声明了 怎么样脱粉都是自己的自由 爱豆可以让粉丝们伤心 粉丝就不能这样吗? 我需要去理会别的粉丝怎么想吗? 我的心情都这样了 我需要去理会别的粉丝们心情怎么样吗? 因为恋爱拍卡车 真的也想耍大牌 买专辑去演唱会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花的钱 因为爱豆直播团组 获得更多的粉丝们也很多 一直说花了200多亿 不管什么国籍的人 希望能适当地花钱 也不要耍大牌 其实有很多中国粉丝 也不希望派出卡车 好不喜欢派出卡车的铺门粉丝 再用专辑说那些 中国粉丝又不是只有他们 做到这个地步的中国粉丝 虽然也很好笑 但护航到这个地步的粉丝们 也很好笑 在这里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知道因为这件事情 伤心的粉丝们 失望的粉丝们 或者是在官方声明之前 相信爱豆的粉丝们都很多 所以之后在有官方 或者是女方的声明之前 有关Choshua的这个争议 就不会再做成影片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 卡7 29位 新浪 28位 冯尼斯特导 27位 五年浪浮 26位 冯尼斯特导 26位 冯尼斯特导 25位 冯尼斯特导 24位 俗尼斯特导 23位 fault u 冯尼斯特导 22位同盲心理 21位 101 20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9位 ATG 18位 Winner 17位 Tintop 16位 Astro 15位 Super Junior 14位 Treasure 13位 N.I.P.O.N. 12位 2PM 11位 B2B 10位 Moonstikes 9位 Shiny 8位 Steakies 7位 The Boys 6位 NCT 5位 Zero Base World 4位 Infinite 4位 Infinite 3位 Exo 2位 Seventy 8月南团一位市 庞瀚村人等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 记录 贩 入伍 全国 P.Portocard 周富平分析结果 证明评价占85.11% 5位置 0位置 1位 S Sergio 2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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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位置 100位置 2位置 GwZ 3位置 8位置 0位置 2位置 4位置 2位置 3位置 2位置 4位置